歡迎來到跨界大鷹家 我是銀婷 哇 我做的 我頭暈目眩了 最近是什麼日子啊 怎麼會心急啊 發生什麼事啊 什麼日子 現在很開心啊 放暑假啦 放暑假 沒夜晚的那你不覺得 校門關比鬼門開還要可怕嗎 聽到鬼門開 很多人都以為 我們今天要來談談 鬼門開買車優惠 這種老掉牙的題目 NO 我告訴大家 在這個民俗樂園的時候買車 它不一定是最划算最便宜的 那什麼時候買車最划算最便宜 今天我們好好來精算一下 尤其是重重的優惠 還有重重的心理工房 其實透過一些方法 你的買車的這個價格 可能會比平常時買 還要更便宜 真的可以這樣嗎 今天好好來討論一下 歡迎今天我們的 精算師好朋友們 歡迎 歡迎 第一題 我覺得如果他被打好 我就要狠狠地揍他一頓 趙來庭先生 買車好時機 我跟大家講啊 這幾年大家都在討論 什麼叫好時機 可是你知道嗎 每一年 這個台灣的社會氣氛會改變 還有尤其是現在遇到疫情 買車好時機這件事情 很難說得準 什麼時候適合買車 可以買到最便宜的 這個我就要認真回答 如果我一年十二個月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我們說的農曆年 這個時候其實是一個買車好時機 那時候大家都喜歡開新車 所以這時候車商也知道 就是忘記 他會促銷 再來的話大概就五六月 五月到七月大概就是所謂競賽月 這時候的話就各家的經銷商會推出優惠 再來呢就到我們民俗月對不對 就是現在 就是現在 其實沒有什麼優惠 為什麼 其實我們在台灣購車 對於民俗月有的人還是會有忌諱 所以在國產車的部分呢 大部分都不會在這個時候做一些促銷活動 甚至廣告都會停止 新車發表都會停止 為什麼 因為競賽月剛過嘛 所以就還好 那進口車就不一樣喔 進口車這時候剛好是年式的轉換 所以可能會有很大量的新車出來 而且外國人比較不太相信 這個民俗月的事情 所以這時候反而進口車 會有新車的發表 然後再慢慢往後走的話 大概就是說到這個年底 年底通常有兩種東西會讓你 這個銷售比較好一點 就是如果有車展 車展的時候的話 通常優惠會比較好 第二個呢就是輕庫存 有的賣 對 到年底的時候要換年式 因為他四的停車位都停滿了 這個大概十月的時候 這個經銷商 這個車廠就會看一下停車廠這些車 還剩多少 如果很多的話 11月開始就會動作了 就會有一些促銷 所以年底是一個買車的時機 但是雖然民俗月不是四輪的這個高峰旺期 卻是二輪的旺期 怎麼會 二輪機車其實在這個國立的 大概七月八月的時候 是銷售的高峰 也就是我們所謂旺季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剛剛秦蘭講了 放暑假 要出去玩 對 要出去玩 所以很多年輕人會在這時候買新車 或者把舊車換掉換新車 第二個就是9月要開學 很多大學新鮮人 或者是社會新鮮人 這時候需要交通工具 所以買車大部分會在八月的時候去買 所以二輪跟四輪又有一點小小的不一樣 對 狀況是不同的 對 狀況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今天正對四輪來討論好了 因為四輪畢竟單價也比較高一點點 如果要買什麼時機會最好 不過我們大家就是聊一下 卸下彼此心房 你們認為鬼月買車到現在 還是一個好時機嗎 價格可以拿到優勢 認為是的話 請幫我舉個圈圈好不好 是嗎 是嗎 不是 這大家一面倒耶 為什麼 新鮮哥 我覺得其實大家可能都以往有這個觀念 覺得鬼月好像銷量會比較不好 然後廠商就會拿出一些折扣來 但實際上其實 剛剛乃哥有分析到一些 因為民俗月之前的競賽月 已經把一些最好的折扣都已經放出來 而且國產車廠就我們所知 有滿多在民俗月的時候 會放一些所謂鼠修 就等於他就不會去強調了 這樣的一個銷售的成績了 所以如果你實際在這個月 大家可以去問問看 其實折扣並不會比較好 那這樣大家就要反過來問了 那哪個時間點 買車是最好的時間點 Eddie哥 你買那麼多車 哪個時間點是最好的時間點 我有一個最標準的答案 就是老婆性情好的時候 也滿對的 然後他就點頭 你就可以買了是不是 對 就容易買 不論什麼月份什麼時間 對 只要老婆高興就可以買 他點頭你能買才是重點 我跟邢南就聽到雞皮疙瘩 大家都知道 公然是愛是什麼道理 這時候這個導播就要把音量降低 看不下去喔 那這個時間點呢 民俗月已經完全跳脫 我們過去的思維 老婆心情好的時候 至少有人點頭 你就不要去管說有沒有那個優惠 就個人憑本事 等一下Eddie哥要跟我們分享 其實你在談判過程中 還是有一些好康可以搶的 好 那這個是安泰座 就可以處理掉的 那邢南哥什麼時間點 我覺得以我們自己本身的 這個行業別來說 如果自己的經驗 當然因為我們對車商 其實關係都還滿好 我們不會特別去挑 這個折扣的時間 以我個人自己的經驗來說 我覺得 我回想一下我現在的車 買的時間點是在農曆年前 但我的想法是 有錢沒錢 換個新車好過程 我當時的想法是這樣 我剛剛是這樣 那因為農曆年也會出油嘛 所以開個新車 但我當時也換了大車 我的想法是這樣 對 就是對我們人的優惠 是差不多的 他是老婆換不掉 所以才換新車 沒有 我覺得 你是要忘了給新南哥 沒有 我跟你講 我買車其實沒有在看時間的 我覺得這個什麼優惠 什麼 對我們來說 就像新南說 我們那行業別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們去買新車的時候 會 我們不會挑時間 就是看喜歡跟不喜歡 不過我要回想 就像新南說 他回想上一次買車 我回想我上次買新車的時候 已經是十幾年前 所以我很少自己去買新車 可是我會幫家人是買新車 那時候我也不會挑時間 你現在都買中古車嘛對不對 因為我大部分有買中古車 因為買來自己玩 還很開心 新車沒有毛病 就沒有什麼樂趣 我不知道你這麼愛自虐 你是這個路線喔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 那幫家人買車的時候 我都覺得說他們有需要 那就是要買車的時候 所以我沒有在挑這個時間 所以我們來比較一下 以往大家認定的幾個時間點 比方競賽月好了 其實有些優惠的條件 你可以稍微掌握一下 你談判的過程 或者你在聊的時候 你可以跟業務人員 好好要一些 對自己比較有利的條件 那競賽月要注意什麼呢 好 第一個 我們講所謂的競賽月 就是大概車廠在所謂 民俗月前的兩個月 大概是六十天 會有一個叫競賽月 目標都是因為這個所謂的 民俗月的時候 其實車廠 國產車廠都會稅修 生產線要做一些調整 那大概在民俗月也不生產車 第二個是說 大家會有條件 因為大家要充量 這競賽月的時候 譬如說他的目標 業務目標 營業所達成如果假設是 假設是1000 那如果要達到1000的時候 這個快接近的時候 這個一般來說 營業所都會提出一些 相對的這個補貼 為達成這個 因為達成1000有另外的獎金 所以在比較大的獎金的時候 它可以釋出更多的空間 那我們來講 基本上來講 大家都說我買車要送東送西 可是這樣子比較難去講說 我要折多少 所以我們一般都講說空車 什麼都沒有 就是你標準來 我要折多少 因為這樣比最準 不要說我空車以後 又要加個隔熱子 又要加個胎壓偵測器 加配備 我們用空車開始來談 那這時候就會發現 空間大概有多少 那一樣就是找兩三個經驗商 因為大家條件會差不多啦 那除非你遇到的這個業貸手上 其實就缺你缺兩三張單 它就會達標 那它可能 可能從獎金裡面再播 等於它沒有賺你錢的意思了 對它沒有 它是賺獎金 所以這競賽月的目標是做獎金 所以整體的方向是這樣 當然不同的點 然後看服務的態度 還有這個大家有沒有投緣 有時候買車就這樣 那也不要 應該說不要太壓榨這個業貸的利潤 因為他們也是要養家活口的 一味的逼出神單的價格 其實對大家都不好 所以我個人覺得是 因為現在各行各業都有 而且這個其實業貸 其實也花了很多精神在服務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就是 平常新聞大概的狀況 還有這幾個時機來買車 通常都會有不錯的搭配 對 因為我們現在時間點 已經往前了嘛 競賽月是個重點 那競賽月通常都會搭配 哪些優惠方案 哪個 講到這個我跟你講 因為競賽月才剛過 你知道其實今年的競賽月 而且送的東西還真多 剛剛Eddie說得很好 就是說我們去談車要怎麼談 這是談判技巧 就是說你從空車開始談 但是競賽月通常不會這樣 他會用一些很多的配菜 混淆你的視聽 就像你去餐廳 你去五星級餐廳吃飯的時候 你就覺得說這樣子擺起來 很好吃對不對 可是你說要打包回去的時候 他只合一包 你回去一攤 怎麼擺都擺不會像 五星級餐廳那種感覺是一模一樣 怎麼說呢 你看以今年的競賽月來說 最常出現的就是高額的零利率 對 高額的零利率 再來就是延長保固 再來就是贈送中小型家電 光這一個我也買過電視機 什麼的對不對 對 有人需要買電視機送車 對 然後或者是這個保險 保險因為大家知道以示假釋 那個價格就五萬十萬起跳的這樣子 其實我講一個實例好了 這個我認識某車商的超級業務員 他一年可以賣大概超過150台車 我厲害喔 那意思是什麼 大概兩天他就賣一台車 他是怎麼賣車的呢 你知道嗎 他就像跟Eddie說的 我給你很多的這一個包套 譬如說我給你零利率 給你延長保固這些 但是我拿的是什麼 其實他們賣一台車 我都幫他算過 他一定都還要吐個快一萬塊出去 那你要賠一百五十幾萬一年啊 可是你要知道他們有底薪之外 還有獎金 因為他達到這個獎金 一百五十幾台 那個紅背帶 可以背兩條耶 哇 交叉X喔 對啊 背兩條耶 那是很厲害的一個業務員 所以當你背上這個紅條之後啊 那個獎金是很高的 然後他再去攤體 他就覺得不錯 所以現在這樣說起來的話 也就是說網路上看到的神單 其實已經都不神了 因為這種的做法的人 畢竟少數 通常這種業務員 大概都五年以上的資歷 因為你可能服務的是 大概八百個客人以上 他們有換車 那個周轉率已經到了 對 如果你找那個一年兩年的這種 新的這個業務的話 他就沒辦法 我說我最便宜十萬塊折給你了 你要他十一萬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給那五年十年 他就差你這個 就是要差你這一張單 我可以再背一條的時候 好啊 兩萬都敢給 因為他已經用做生意的思維了 沒錯 所以這就告訴大家 除了談判之後還要找誰買 競賽月是這樣 而且那個獎金是很高的 一個經銷商的 一個達成率的獎金 競賽月兩個月下來 譬如說一千台 他的獎金可能是破千 好幾千萬的獎金 對 是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競賽月的時候 那個量都會衝高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像今年來說的話 這個七月的掛牌數字 就是非常的驚人 哪一些品牌驚人 就代表說他送的東西 絕對有那個價值 對 就是這樣子 其實你現在看市場上 有幾個國產品牌 其實也賣得是不是真的蠻好的 那怎麼樣找對人啊 跑兩家就夠了 跑兩家就夠了 跑兩家經銷商 而且不要太遠啦 你就家裡附近兩家 你新北市可能都有三四家經銷商 你注意看不要都跑到同一家 你知道同一家可能會開兩家 同一個集團開兩家 所以你會跑兩家 你看他下面的那個分公司的名字 XX汽車 對對對 不一樣 你跑兩家大概就知道他給的 差異在哪 會有差異 會有一點點差異 為什麼呢 就是剛剛說到競賽月的額度不一樣 可能XX汽車是800台 XXX汽車他可能是1000台 所以那個折數不一樣 1000台通常會給多一點 因為他壓力大 他一定要去想辦法達標 所以今年看他掛牌數那麼高 代表說很多經銷商都有達標 所以送的東西也越送越厲害 對不對 現在很多人都說競賽月玩 汽車業務 這個民俗月的時候不賣車 沒車賣嘛 那賣什麼 賣吸塵器 賣空氣清淨機 賣電視機 因為客人不要跟他限責 對限責 不要拿限機 那只好就 反正競賽月沒事做賣賣家電 也不做 那時候後來需要家電的時候 就可以去這時候撿便宜 撿便宜 而且真的很便宜 絕對是試駕五折以上 對 因為他真的是大量的擴存 我們在賣車來賣家電 真的 實相全能 還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的 把握住也可以省很多 保固就很重要對不對 新邁哥 對 那我們剛剛聊了 他是買新車 第一個想到先要折扣 然後不然就是凹配備 那其實如果我覺得 建議觀眾 你今天如果決定你開新車 你的用車習慣是 要開長遠的 動輒是六年八年十年 這樣的持有的話 我覺得最近有一個在 我們看到這個競賽月 就是這種加購保固 因為一般車其實都有一個 三年四年五年不等的 原廠保固 各品牌標準不一樣 但在競賽月的時候 他會加購可能加個千把塊 或是一兩萬 也是各家車廠 看他原本的價位 你可以延長個一到兩年的保固 我覺得對長期持有也是 然後還是要提醒大家 他通常也會有一些 條約的約束 當然他讓你延長保固 你要回原廠保養的時間 也都會被他綁住要更長 不然的話 你的一些相關權利物 會有一些爭議 這個是要注意的地方 對 但是有些人真的是覺得說 我的車子就是從頭到頭就原廠 到時候他中古駕 他也會比較好 好去做處理 那是不一樣的優勢 看你車子到底要用幾年 這件事你要評估 那我們就來好好的看一看 現階段市場上 有一些聽說促銷優惠 做得很狂的這些品牌 有哪些啊 我印象中大概在 應該說在七月的時候 這個KIA出了一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 Summer Together 就是韓碧樓的這個 專屬的這個Package 就是說你買車 他送你這個韓碧樓 兩天一夜 住宿 還有升級這個 負離子空氣機 然後如果是車價 我覺得麗姐腦波非常弱的 立刻說不錯啊 對啊 因為你可以 有時候家裡不安排旅遊啦 就是你買了這個車 剛好這個旅遊就會順便去了 有些人不刻意 但是因為有這個優惠 所以它搭配的就是讓大家 可以出門玩 最近比較悶 再來就是這個一百萬零利率 有車價比較高的 還有這個Karence有專案 就是會升級全景天窗 還有這個所謂的 智慧感應啟動 還有4.2吋的這個螢幕 旅程電腦 大概總價大概優惠 大概到接近兩二十萬左右 所以這是一個大促銷 欸 一個車價也才百來萬 然後折了二十萬的概念嘛 那應該是說 因為它這個搭配 還有包含了這個所謂五年保護 再來三年的保養免費 就三年的保養它出 所以幾乎這個優惠是做到滿的啦 這就是牛排做主餐 龍蝦做配餐 哇 折二十萬欸 你知道我知道國產車 有的折十五萬 他說 乃哥我跟妳講折十五萬 我說真的假的 妳六十幾萬車折十五萬 妳看 喔沒有 配備十五萬 對 這真的很厲害啊 對啊 因為平常買沒有這些啊 對不對 就好像你去買韓碧樓住宿券 送一台車的那種感覺嘛 心情就會很好 容易促進成交 那有一些車廠也推那種零利率 零利率是真的很不錯 因為妳不用繳利息嘛 所以妳當然可以省很多錢 那剛剛這麼多來賓有特別提到 有的可能是折十萬 或者十五萬 或者二十萬 其實呢 對我來講 我覺得當然就是說 不管是十萬 十五萬 二十萬 省下來的錢幹嘛呢 要幹嘛 強力推薦 大家不要去 再去吃Buffet 吃Buffet很好 開心啊 我們要去買會讓妳增值財富 越變越多的產品 Buffet有 買下來 這把錢 那可能要 要省到那麼多 對 要用幾百億 你要買多少車才有辦法 我強力推薦大家去買黃金 因為呢 雖然黃金今年年初到現在 已經大漲是將近四成的情況 可是呢 我個人認為它接下來 還是會持續漲 漲不停 因為黃金的相關產品蠻多的 有黃金期貨 黃金基金 黃金ETF 黃金純摺等等 大家就選擇一下 適合妳自己的商品 對 妳這樣一講 本來要買車的人想說 不然車不要買 不行啦 錢就搬去買黃金了 貨幣寬鬆的下漲是什麼 就是趕快去買進口車啊 對啊 不然的話所有 貨幣寬鬆就是我印錢嘛 所有的物價會漲啊 那只有 因為黃金是保值嘛 所以它不受這個影響 車子也是啊 趕快進口車保釋街買了 我補充個十秒 你要直接買保釋街嗎 我補充個十秒 好 最主要是因為呢 另外一個部分是 我覺得歐洲車接下來會漲價 因為呢 未來的半年到一年 我認為呢 歐元會持續上漲 所以呢 這個進口的報價會調漲 如果大家對歐洲車有興趣的話 你要趕快買 不然呢 接下來 只會越來越快 對 只會越來越貴 那原來我人設第一台保時捷 就是在怕它漲價 狀況下入 沒有 是為了保值 投資 想太多啊 看大家個人的需求 但是歐洲車現階段 我們有神獸在預測 未來可能是會漲的 這機會是比較高一點的 那這個階段呢 其實我們最近在看市場上 有些品牌真的是優惠促銷 越做越狂 BMW也有動作對不對 對 我們其實 像葉莉姐講到歐洲車 我們這個豪華品牌BMW 但它基本的新車價就比較高啦 可能都兩百萬起跳 兩三百 那其實它也有推出 像剛剛艾莉講的 類似這種夏日樂遊 它是給你三天兩夜的 五星級的飯店的住宿 所以算一下 大概也值個至少一兩萬塊 的這個現金的價值 那除了這個 贈重的這個贈品之外 它也有針對我們剛剛講 車價不同的 六十期零利率 從八十萬 兩百萬 到三百六十萬 不等六十期的零利率 那剛剛艾莉姐有講到 零利率 它這麼大的金額 其實折下來的這個 會比你買更低價的一些 國產車 其實空間會更多的一個折扣 那除了我們講的這些之外 它還有一個 其實我們知道現在有些人買車 可能它是用這種 三年換車的概念 那BMW原廠也提供了這種 三年的租賃式的購車 它也給你一個更低的利率 你意思說以前很多人會做租購 它是跟民間合作 每個月就是繳一筆錢 對 它現在用更好的這個利率 所以每個月繳的錢更低 它也會送你像以示的保險 或是幫你繳第一年的 牌照燃料稅 其實這個加一加都很可觀 這都是好幾萬塊的折扣 對 如果你車子本身 也買的比較貴的話 這個東西你都可以自己加碼上去 原本你該花的 最後沒有花 那就是等於賺下來的 但是等一下休息一下 我們已經講了這麼多優惠 但是要搭配活動 還有跟業務人員怎麼樣來談判 這個會影響到車價 甚至影響到你 享有這個車子的一些服務 等一下繼續討論 歡迎回來 就剛剛廣告的時候 我們就在針對 習乃哥剛剛講BMW這樣的優惠 我們突然想一想 兩百萬或三百六十萬的零利率 這件事情 好像真的是可以做資金上的 一些調度運用 如果是你 乃哥 你會怎麼選 我跟你講一鳥在手 萬鳥在零不如一鳥在手 現金放在口袋裡最好用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看齁 秦蘭說 三百六十萬零利率 你把三百六十萬比喻成一隻鳥 不是 我把三百六十萬一次拿出來 還是說我每個月繳十幾萬塊 那我可能 你的選擇是 對 我還有三百多萬在口袋裡 我要有子彈啊 我隨便要幹嘛 像最近就聽到了對不對 黃金ETF給他買下去 三百六十萬先不要去買車 對啊 就買下去了 帶款零利率也沒差 真的到四千的話 我跟你講一台車就賺回來 唉唷 哇塞 年費謝謝各位 年費你是這一種 而且你再想想看 現在這個年代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我們的貸款是十九% 對不對 現在的貸款車貸兩三%而已 你差這兩三% 真的現在投資的東西 很多是超過兩三%的 對不對 光我每天付那兩三%的利息 看錢放在那邊 我開心 這個就是 無價 對 無價的要的對不對 難道把錢留在身邊 讓自己開心 這件事情是多大的價值 對啊 而且這 有道理有道理 我覺得 現在人應該要 多一點學習這個理財 就是說分歧 其實我覺得它不是 我欠誰錢 欠誰錢 不是 它是一個很聰明的方法 如果是我 我一定是這樣 你是直接選擇錢留口袋 子彈在口袋 李哥 你的選擇呢 直接付現 沒有 應該是說 因為這個 因為傳統的思維 這兩百萬 三百六十萬的零利率 是在平常投資狀況 不是很理想的時候 但這個時候情況特別 這個時候 基金的變動 國際的 美元的 相關的 甚至黃金的 整個快幅度的成長 所以才這個投資現象 才發生出來 時間點 對 時間點 如果今天擺在一個 比如去年或前年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這麼做了 那就是 其實就是我 我這個三百 三百六十萬的零利率 這樣繳 比較划算 但是因為我們有 投資專家在這邊 我覺得現場 每個人都吃到 艷麗節的口水 真的 不好意思 對 所以這個三百六十萬的零利率 如果是你的話 因為你很會做 財務上的分配 你應該也是 留在口袋裡吧 我一定是留在口袋裡 而且我其實想要灌輸大家 一個非常好的觀念 就是 我們一定要 學會跟銀行貸款 而且要 不停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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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對我而言是 我自己就是 奉行這個指標 事實上我到現在還在貸款 為什麼 因為利率實在太低了 我隨便帶一個 不管是房貸 我就連小額信貸 都可以談到兩%多 所以其實我只要買 一個理財商品 只要它一年投擲率 不用多吧 5%到7% 現在隨便買一個債券 都5%到7%以上 那我再來還我 2%的貸款 其實我就是套利5%了 Oh my God 所以也要鎖定我們節目 可以教大家投資理財 對不對 對 而且我們都已經算到 這個份上了 就沒有要客氣了 我們把所有優惠全部灌上去 這個時間點要買車 我們還有振興券 對啊 其實振興券 我個人覺得還滿好用 雖然我很快就花完了 振興券 好 那因為車廠 他們現在推了很多 相關的優惠的方案 像Toyota就是啊 3千塊是抵1萬塊 那這3千塊是不是 因為我們是拿1千塊 去換3千塊 所以實際上這1萬塊的成本是 1千塊 我們把三倍券 比成10倍券 對 你等於呢 就是賺了10倍 這樣的一個概念 而且我覺得這個還不算厲害 為什麼 因為前一陣子的新聞有 講一個阿嬤更厲害 她雖然不是買汽車 她是買機車 但我覺得類似的觀念 方法 觀眾朋友 你也可以運用喔 這個阿嬤呢 她只花1千塊 她就買了6萬塊的機車 怎麼做的呢 不可能吧 真的 這個是真實的事情 因為這阿嬤就會跟她女兒說 你孝順一下媽媽啦 你的振興券給我 然後又去跟所有的親戚朋友說 我跟你感情很好啊 貢獻一下你們的振興券 反正你們振興也是 花1千塊買的嘛 那你就每個人都給我 1千塊 2千塊 所以呢 到最後她只花了1千塊 她就買了6萬塊的機車 你把所有錢都牽起來啊 最新的是不是那個新聞 那個重機 對 忍者600 你也講600 那個車老闆臉都綠了 你看他新聞 你也認識我的好朋友壽哥啊 壽哥怎麼樣 那臉都綠了 因為他忘記寫 這台車可以抵的 振興券的上限 可以寫上限 1千抵5千 就放大5倍嘛 結果他人家 擠了三十幾萬嘛 真的喔 真的喔 三十幾萬 就一台六十幾萬的車 全部拿自新券一疊去買 對 按價也就算了 你要想想看 他花三十幾萬 我們說都有成本嘛 三十幾萬就是多少 三萬塊 所以他花了三十幾萬 買一台六十幾萬的全新車 對不對 對 壽哥臉都綠了 哇 那他現在有線上限嗎 還是我們現在可以趕快加入 對 所以我說 初心正心券 勾引了很多人 有新的想法出來 而且也刺激了 台灣國人們的數學邏輯 而且我發現真的買車 好像正心券放大的效果 真的很大 Toyota這個 這一招就很厲害 太厲害了對不對 真的是 我發現今天在場 每個人都是拆遷專家 可是我們剛剛已經在講 這個所謂的在競賽月有所謂的高額零利率 那一般買車時間點呢 這樣來比起來的話 什麼叫做所謂的高額啊 這個其實是看這個品牌的車價比例 像剛剛其南有提到嘛 因為BMW車價高 對 它又有 所以它才有這個所謂三百六十萬 那要不然你講這個高額零利率是看你的 比如說有的是六十就很高了 八十就很高了 或是一百就很高 要看是什麼車嘛 對 要看總車價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子安排 但是這是一個 應該說讓大家手頭方便啦 我可以不要那麼多現金 對 但是因為這個 因為我們講現在情況又很特別 就是這樣子的零利率 其實帶來的是 你有其他的投資機會 對 那所以我們才可以說 在這個時候看節目 然後多一些知識 來把這些零利率的金額拿去運用 所以這是一個方法 我把數學題列出來好了 所謂我們車貸的這一個頭寬 我要準備八十Percent 那我的那個貸款呢 可以拿到三Percent上下 那在這一個競賽月的話呢 艷麗姐來幫我們算一算 假設我一台車買 那我到底是整個算起來要怎麼算 對其實剛剛營廷用的三Percent 是比較客氣的 因為有些呢 這個車帶的這個方案 它其實是到五Percent 甚至嚴苛一點是到七Percent 所以我們三Percent 通常都是我們貸款的條件還不錯 或者是車商它為了趕快 在輕褲子 沒有輕褲子 吃雞買氣 因為搬了半年了 現在要噴起來了 對沒錯 所以我們用三Percent來抓好了 然後一百萬的車子 我們帶八成是八十萬 那三萬塊的一個這個利率的話呢 那第一年 第一年大家它的利息就兩萬四 因為有些人它會是帶三年 有些人會帶五年 甚至有些人會帶七年 但我們光是看第一年 它的利息就可以省下是兩萬四 那如果說你是帶兩年 大概三年 當然利息會省更多 那這兩萬四呢 再加上我們剛剛提到就是 其實你在進行車帶的時候 你還是要繳所謂的一個手續費 很多觀眾朋友會忽略 手續費這件事情 手續費便宜一點 大概也要兩千多 那正常的行情大概是三千多 所以其實這樣整個算下來 我覺得省蠻多錢的 大概是等於 剛從學校畢業的 社會的新鮮人 它第一個月的薪水耶 你就等於省一個月的薪水 我個人覺得其實蠻不賴的 所以競賽月的這個邏輯 大家可以把握 我當然現在已經到民俗月 這個過了 所以趕快升到我 說明天這個時間點 趕快好好算一算 可以去買個車子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一點 就是貨物稅的減免 最新消息是 有往後延了對不對 有要延了 我們其實財政部已經出來說 我覺得 台灣政論節目蠻有貢獻的 就是因為 每天講 每天講 那因為本來這個政策 是到明年一月就要取消 就要到期了 就要停止 那因為大家就是一直覺得說 這個政策其實很好 我現在買新車的話 如果說我現在的車子 車齡是六年以上 我要換新車的話 我可以減免至少是五萬塊 可以補助五萬塊 那所以這個政策 因為財政部已經出來說了 這個政策會延續到二零二六年 所以我蠻建議大家 你就要好好把握這剩下的五到六年的時間 該買的你就趕快去買車 對 你說我們剛剛提到 我們現在光是這個貨物稅可以減免 補助五萬塊 然後你再加上零利率不是兩萬四 那這樣就是七萬四 再加上手續費三千塊 這樣不就是七萬七嗎 我就省了兩個月的薪水 對 七萬七你再拿去投資 就是那個定期定額基金也可以 黃金嘛 對不對 就是會慢慢的再滾錢回來 對不對 對 這樣子感覺你賺的幅度 就不只七萬七這麼多了 一直往下延伸下去 就放大成十幾萬了 對 那這個舊換新的這個 其實政策下去 是不是大家太舊的這個意願 也會有不一樣 會影響到新車市場 絕對會影響到新車市場 這五年下來 因為舊換新你知道 台灣人就是這樣 不能教育只能下 真的 台灣消費者你們只要下巴 去年底 你跟他說 明年就沒交換新車 快來換車 這就是台灣消費者的心態 第一年的時候衝 你看拿真心券也是 第一個月大家排隊 口罩也是 你看我們燕麗姐第一個就用掉 第一個月 然後口罩也是拼命去排 為什麼就是被嚇到 怕後面沒有了 搶衛生紙 嚇到 對不對 根本用不到嘛 對不對 上次我搶的 現在排過往至少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人會被嚇 那這一次一延長 我覺得對新車的效應 當然有加分 不過這樣前後加起來十年 這個人吃久了都會嫌膩了 所以還是取消 我覺得個人覺得比較好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補助只有在新車上 對啊 中古車有沒有 中古車其實影響很大 很多中古車的業者跟我講說 你看這樣子搞下去 大家都去買新車 我這個中古車都賣不出去 放在那邊都變灰塵了 對不對 你這個就換新補助五萬塊 我的車卻一直跌價 這麻煩 沒錯 其實中古車商在它正常的販售車種中 都被影響到 因為大家買五六十萬車跟中古車 你可以五六十萬的中古車的話 你大概可以買到新車 是一百多萬的車嘛對不對 但是我寧願一百多萬的車 大概現在也買不起什麼好的車 所以我乾脆買五六十萬的新車 全新的喔 沒人開過的 我的中古車通常就是說 我開了舊車去中古車商賣掉 對不對 那我現在賣不到錢了 為什麼 死租價五萬塊 但是這也造成了中古車商 一個環境出來 你們有沒有在路上看過 人家貼紅紙條的 瘦 瘦 瘦狂礦家 然後旁邊都秀石 對秀石 然後還少一個輪胎 用磚頭墊起來對不對 也少一個男導遊的啊 我跟你講 不用問了 那台就是五萬塊 為什麼 因為大家知道 那還有人要買嗎 知道這個法 這個救換新的這個補助貨物稅是怎麼樣 他是說你持有一年之後 你拿這台車去報費嘛 報費之後就可以請領這一個五萬塊 那車商 你買新車可以折五萬塊 車商會幫你去代電這個 幫你手續 其實都本來要自己辦啦 現在都是車商幫你辦啦 所以等於說我六十萬的車 我等於賣你五十五萬嘛 你只要有救車去 對 所以造成了什麼 就是中古車商這種十萬 應該我抓十五萬以下車 會很有市場 為什麼說十五萬的車呢 因為等於說 我今天跟型男買了一台車 十五萬塊 我開了在五年之間 我四年之後轉手 他一定有產值五萬以上 五萬以上啊 為什麼 五萬是最低 因為譬如說賣給燕麗姐 我說這台車你買了喔 我賣你五萬 你這一年之內 拿去救換新 開不用錢 哦對不對 就是你可以再開一年的意思 但是也造就了很多這種 五萬塊以下的車 就是死租價 少一個輪胎 也是跟你說五萬 哦對 因為你可能原本只在一萬三萬 它的基本值就拉高了 所以中古車市場會有一個改變 就是大概十五萬以下的車 會有一些市場 它還蠻熱絡的 為什麼你等於開了之後 我這台車不管買多少錢 就是少了五萬塊 同時有一些五萬塊以下 低價的車不存在了 以前我們可能還可以買到 兩萬三萬的車 現在就是五萬起價 所以在中古車中 有這樣的改變 反而是比較中間 我覺得大概二三十萬 以前是最好賣的車 對 反而現在變難賣了 因為二三十萬 你有這樣的頭款 對 你剛好不去買新車 我還有就換新車 因為競賽月就有零利率了 對二三十萬頭款 我就可以買五六十萬的車 甚至百萬的車都可以了 貸款八十%的話 這樣算起來的話 所以我覺得說中古市場 很多現在在講說 你這個補助貨物稅 是不是也要沿用到說 我換在六年內的新車 也可以幫助到這些中古車 對八年之內的 來做一個這個刺激市場 因為大家都知道中古車市場的 這個交易量是新車的一倍 因為買賣它是一倍 所以它的數量是龐大 金額也是龐大的 所以對這一個方面 沒有補助到 這一個就有點有點說 都是車界 但是有點不公平 好像說有點 你圖利的都是車商 不是你這樣算起來 真的造成一個奇怪的現象 假設說家裡有新手駕駛 他只是要練練車 那他就去收一個三萬五萬 但是他現在價格會墊高 這五萬起跳 但是你要想看 十萬以內的車 對 十萬以內的話 等於你開了 我開三年上手了 對 OK了 我換掉 就換新 等於我這三年開免前了 幾乎 幾乎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是政策延長 有好有壞 但是對中古車來說的話 也造成另外一種市場的需求 對 那我們就繼續討論 就是說這個是很特殊的 這個狀況下 政策下造成一個特殊現象 那以往我們來看 一般買車好時機 還有一個重頭戲 就是在第三季的這個時間點 第三季末的時候 通常會有什麼樣的優惠咧 這個其實在進口上 車上我們才看得到 因為進口車大概這個 年事轉換大概在九月 所以大概在六月 六月份的時候 就要開始準備清庫存 所以大概六七八三個月 就是把現在 現有的庫存清掉 那這個時候呢 車廠大概就會 我們講這個雙B吧 大概基礎上 都有二十萬左右的折扣 尤其是主力車種 那接下來大家都就要看說 我到底要買這個 所謂的這個 第三季末的這些 出清庫存的車 舊年式的車 還是我要等新年式 大家會有一個疑問 但我個人覺得說 如果很在意這個 所謂折扣的話 基本上選這個 折扣大的這個舊年式 是比較划算的 因為新年式 一定調整價錢 雖然它配備會增加 但價錢一定會調漲 而且它換新年式的時候 它其實不折價的 其實折價空間很小 因為它新車 它新車來就折價 它後面怎麼賣 所以你要爭取這個 最大優惠 都在這個新車上市前 所以在9月前 打聽一下 如果要買進口車 買雙B買奧迪的時候 這個時候年式轉換 它會有一波的 把這個庫存出清的動作 基本上都是十幾萬 二十萬起跳 那也有的品牌 譬如像VOVO 它是長時間的促銷 所以它這個 一般的折扣都還蠻大的 所以它利用這個價錢 來讓這個雙B的 這個銷售上有點壓力 因為它純粹是 價格上的優勢 折扣也是長時間的在做 所以我覺得市場上的表現 就會又不一樣 這樣說起來 新年式是蠻大的誘因 等一下休息下回 我們針對不同品牌 在新年式 聽說有可能會漲價 而且這幅度很大 到底該買新年式 該不該等待新年式 等一下繼續討論 新年式的車款 會漲價嗎 這個消息呢 剩下層上 很多人都在討論 尤其是嚇到寶寶 有人說Rubbo 可能也要漲價 會嗎 對啊 可能是因為我們這個行業 這個汽車圈裡面比較熟 其實偶爾會接到一些朋友 來探聽消息 他怎麼去經銷商業務員跟他說 我們一兩個月會要做小改款 那我們還要幫他去跟車商 因為其實現在資訊蠻透明的 那有時候車商要小改款之前 也會先讓業務員去偷跑 會給他一些接單的 相關的條件 那這個資料也會流出來 其實媒體也都 在網站上都看得到 那我們現在講的這個Rubbo 這台車其實這兩 以今年這一兩個月來說 都非常可怕的銷售數 都接近 快摸到四千台的單月銷售 那其實這台車我們回歸到 去年的三月 19年它是三月推出 全新大塊款的NEW R4 那它在去年的下半年 也就是所謂的2020年式的時候 有做過一次新年式的編程調整 那它也漲了大概兩萬塊左右 平均那它把一些 主案配備的功能又再增加 像我們大家也節目都介紹過 全數域的自動更車 以及LTA的車道巡機輔助 這樣的功能 那再來到最近 那其實坊間也流出來 業務員的接單 它的編程又會再做一些調整 譬如說以往國內比較少 賣的比例最低的 只有一成左右的 2.5的Adventure這個編程 有可能照目前看來 它要改成2.0的Adventure 會跟日本當地的Adventure規格會一樣 我覺得這可能是 車商有考量到它的銷售 可能國人會買車 還是會有這個排氣量 稅付的這一點 這一點的卡在這邊 所以會比較不願意買大排氣量 所以做了這一次的調整 但有時候新年式你要去想 有些人問我說到底要不要等 你要去評估 你覺得這個配備 到底你用不用得到 那或者是我們來看Tesla好了 Tesla其實一般的車 它已經有基本標配Auto Pilot了 那如果它更新年 你要更好的 這個全自動輔助駕駛配備 他們的FSD 它也在七月做了一次調漲 原本是加價19.1萬 現在它全球其實都講了 漲了是1000塊美金 那換算國內總代理的話 是漲到22.2萬 也就是3.1萬左右 就是1000塊美金 漲幅很大 你有更高階的這種主安配備 那其實就是看個人的用車習慣 那其實提醒大家 新年式出來的時候 不要忘了你買舊年式 會有更大的折扣空間 我記得我們剛出來 已經出來一段時間的New Cougar 我有一個親戚 他幫他的媽媽買 我跟他說你去問 Old Cougar 結果折扣 一進去就折了非常大的折扣 真的喔 七字頭吧 對 其實你不 七字頭 六字頭 對 六字頭 有時候你們要給家人開 它不見得會依賴什麼主安配備 它可能根本用不習慣 所以你買舊年式 我覺得何嘗不是一個好選擇 對 你可以聰明的去評估一下 我這樣聽起來 因為第三季末 本來這個時間點是 大家可能會消費 比較意願高的時間點 再加上剛剛燕麗姐說 歐洲車可能新年式會漲價 未來應該是看漲 再加上現在新年式的價格 雖然配備更好 可是我不一定喜歡 那這樣看起來 第三季大家應該會瘋狂的 報復性消費買車 對 其實前幾天 核泰車的總經理已經繞狠話了 他說現在的車市是15年來 最好的車市的狀況 那事實上有幾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當然就是說 因為這個疫情趨緩的一個狀況 所以大家就覺得 其實出來買車 特別是遇到暑假 你要帶家裡頭的人 大大小小一起出去玩 當然你要有自己的車 第二個還是因為 這個低油價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油價 跟當時的100美元附近的 一個價位比較小 現在還算是 大家會覺得開車出去玩 其實是蠻划算的一件事情 然後第三件事情 就是剛剛其實很多來賓都有提到 因為競賽月 然後有一些這個 特別是優惠什麼什麼 很多的一個因素加總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 上半年根據統計 我們的汽車的銷售量是 20.9萬 其實這個數字 跟去年同期比 大家會覺得好像1%多 也沒什麼了不起 可是不要忘記 我們還歷經疫情的關係 所以還可以成長1%多 已經算很厲害了 然後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 6月份的銷售量呢 跟5月份比較起來 是成長23% 7月份這最新的數字 7月份又比6月份 又再成長6% 其實這些消費力道都在 那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有幾款的車子 其實賣的真的是不錯 像是這個Lexus Lexus連續三個月打敗 雙B 很厲害吧 主要是因為 有些這個零件或者是車子呢 他們其實比較不容易進來 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另外呢 像福特 我們家也是開Focus 那主要是因為Focus 我老公說的啦 那個小車在市區 很好操作 然後要停車也很方便 可是呢 像剛剛提到KUGA 也是熱賣的一個情況 所以其實福特今年的業績 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想 如果大家有預算的話 我覺得買個車 自己開開心心也不錯啦 對 然後照剛剛我們這樣算嘛 售價 贈品 這些全部都算進去 搞不好這個車價 真的是省很多 以前你可能要買中古車 現在幾乎是新車 差一點點的這個費用 那買車可能還會忽略什麼 還要精打細算一下 那是有耗啊 因為其實還是要買到 這個比較省油的一些車款 那剛剛提到的那幾款車 比如說像KUGA 也是大家就覺得像那樣是像 它的油沒有耗的那麼多 那至於哪幾款車 油耗量是比較這個 大家會覺得比較划算 其實我蠻推薦經濟部 能源局 它有做一個統計 而且這個統計是 常常會有一些比較新的 更新的一個狀況 所以大家可以上網查 然後你就可以衡量一下 就是你自己的預算 大概落在什麼樣的一個區間 然後在那個區間帶 有沒有拿一個款 就是能源局公佈的 最省油的車 就在名單上面 然後你就可以去做一個 這樣選購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選購車子的時候 除了比價格之外 然後這個是不是很省油 然後再加上我們後續的 維修保養等等 那其實我覺得這樣子呢 整個精打細算下 你就會發現 你真的省了很多錢 好 那等一下休息一下 那很常有人會去鎖定 一些品牌辦活動 或者是品牌辦大型車展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一點談判的空間 等一下我們去分享了 一望買車還有一個重要的時間點 很多會挑車展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總是多多少少 可以去拗到一些折扣 因為旁邊這麼多品牌在搶 你這個客人嘛 可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國際間幾個大車展 幾乎都取消了 甚至是延後了 所以這樣的狀況下 車展不一定有機會遇得到 這個情況之下 很多品牌你有沒有發現 最近活動如火如荼的伴 都是大型的Event 然後很多的車主 VIP一起來賞車 這個賀成交機會也蠻高的 遇到這狀況 其實還是可以跟他們 好好的來談一下價格對不對 是 因為現在應該疫情的關係 大家之前進展間的問題 人數不宜過多 所以其實這個車上有推出 把車送到府上賞車的這個方式 自然還有這個我們講的 就是大型的中型小型的活動 應該這樣講 它有潛客有望客預約分批 控制現場人數 但是希望在這個現場人數中 也能夠拿到這個訂單 所以它在這種方式 它大部分就會有一些配套 比如這個活動我配多少 可能有配這個補貼的這個現金 或者是像一樣配一些旅遊的方案 這都是一些現場的搭配 所以我覺得只要 凡是辦了這樣子的這個潛客 所謂聚集的活動 基本上都有比平常更好的籌碼 它會加進去 讓大家買車的時候 更大的優惠 我看過嘛 像Jaga Land Rover 帶著一群的潛力車主 一起去Off-road 然後看過BMW 是一群的潛力車主 一起就集體去試車 可能跑山路什麼 然後我看過服飾商旅 好像也是大批人馬在試車 對 這個是一種網路活動 就是網路先招募 那這些參加的客人 其實都基本上 對這個車型很有興趣 但是他們還沒有到展間去 問過車或試過車 那藉著這些這樣子的集合活動 那品牌現場也加碼 一樣就是這個高級飯店的 這個旅遊飯店的住宿旅遊 有提供這些配套的遊會 有吃有玩有開心 你就訂車的時候 它就加了這個籌碼 而且它講到只有現場訂才有優惠 所以我記得是在北宗南三場 他就收了9台訂單 當然這個加碼的 這個就送了9個加碼的服務進去 所以我覺得是好事 對 因為再怎麼樣車主 潛力車主去 會覺得兵治如歸 人有時候就會想說 反正本來就要買了 不如就這時間也買 因為他的優惠也出來 所以要做功課 想要優惠就必須要做功課 對不對 對 這一兩年的地區 我們自己也參加蠻多 這類的店頭的經銷商的車商的活動 但我覺得跟車展最大不同 車展還是有車展的好處 就是你可以不用到處跑 你只要去一天 你可以把所有車都看完 對 那這是車展 但現在已經改成這種店頭式的體驗 我覺得它也有它的好處 就是像剛剛有聊到 車展業務員不會陪你去外面試車 就自能靜態的看 那如果現在是活動辦在這個經銷商的話 它整個一天下來 你可以帶來老婆小孩 有一些親子的安排 那你真的要買車的爸爸 他會帶你出去實際操作 車的一些主打的功能 讓你有更深刻的體驗 那話說回來 如果你像剛剛Eddie也聊到 他會心想給你一些折扣 送一些優惠的條件 那你我覺得 大家如果你真的打算要買車 還是一樣多上網 看一些功課的資料 先心裡有個底 然後到了這樣的活動 的確會是一個很好的買車的時間 在這樣的更深刻的體驗之後 對 怎麼做功課 好簡單喔 剛剛講的那麼多 就是找我們 我們都做過一日 業力姐先幫我們賺錢 我們做一日店長對不對 我覺得錯 我應該要找業力姐去做一日店長 妳是財經一租上去的話 我跟你講大家過來 第一個我叫妳怎麼買保險 我叫妳怎麼殺家 我叫妳怎麼算利率 對不對 我叫妳怎麼買一台車換車啊 然後我們做一日店長 然後我叫妳走 不要亂走 對不對 結果這些高階是很難的 嗨 各位 超級小型家們 看完影片 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 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的最新資訊囉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 市價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Win跨界大贏家吧